加州不可外扬 你怎么什么事 我外扬说 薇薇没事 五公 听你妹妹一句劝 赶紧找到她 有什么事 跟她当面解释清 对了 你找这么久没找到人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你放心吧 我已经找到她了 我给她们公司打电话 她今天正常上班 你知道她在公司 那你赶紧啊 你妹妹我也是女人 我比你了解女人 你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嫂子希望的根本 就不是什么冷静处理 她就是希望能够看到你 不离不弃地陪在她身边 你懂不懂啊 我明白了 哪儿 我要开会了 我有重要的事 我要出去一趟 今天会很重要的 不参加后果自负的 连贯 你找我啊 琳琳 那个张成的测骸案 写得太乱了 你干什么 我再做一件事 你昨天是不是没有回家 还穿昨天的衣服 对不起 我 琳琳 我必须再告诉你 我再给你一个公司的衣服 公司的衣服 如果客人来进来 然后看到你穿成这样的衣服 他会怎么回事 我会顺着 要不要请个假 哦 还不请个假 那你跟我去武汉球出胎吧 那边的装作 你也很熟 错了 你肯定不会答应我去 我跟你去 我几点走 我现在去订票 真的要去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好 你要是去的话 我不会保证我当刘夏辉啊 你还知道刘夏辉 那你知道孙二娘吗 换件衣服回来找你 孙二娘 孙二娘 成人肉的吗 韩主任 又开会啊 今天又开什么会啊 季度业绩 考核动员会啊 你不知道 知道 这个会不是一年 才好几次的吗 每次都有人缺席 也没看到有什么后果呀 我就想问问啊 如果我不参加这个会的话 到底会有什么后果啊 不参加的话 扣五百块 就这个后果啊 那我也不参加了 你扣我钱吧 你 小心他啊 谢谢 无关人员 请尽快离开啊 这位是我请来的重要客人 现在还不想离开 你要是看不惯的话 那就扣我钱吧 黄薇薇 我认你很久了 你以为你有钱了不起啊 就是有钱了不起 你行 丙飞 对 你不用太担心 江凌姐会没事的 嗯 嗯 来 吧 9 9 9 10 8 6 9 9 但是我有很多心里话要告诉你 你别 你给我给解释的机会好不好 把手放开 你先给我回去 先生 这里是办公的抢锁 回去吧 放开手 莉莉 麦克我们走吧 莉莉 放开我 先生 莉莉 莉莉 放开 莉莉 我们不是去机场了 这是哪儿 就到我家了 反正我知道你没有心思去出差 所以干脆到我家坐坐吧 我家里有美食 有红酒 还有个巨大的雨缸可以泡澡 麦克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有事情也不会一下子解决 也可能不想回家了 所以我好好把我的房子借给你用 我添口箱 我自己去武汉 麦克 怎么了 想谢我 你要不要亲一口 好 复讨一下 没有用的女孩真要命 好 我自己去武汉 自己下车吧 别默契了 不用武器了 这个我给你 谢谢 不客气 我的斯巴基师什么时候来呀 我都等了好半天了 不好意思 邱太太没有说要给您签单哪 这还用说吗 一个疗程总共八次 我才做了一次 你赶紧给我约 好 我马上帮你约 你不要急 对了 姐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 你跟我来 姐 在这儿 姐 邱太太平时很信任你对吧 那又怎么样 不瞒你说 其实平时我除了在这儿上班 偶尔还会卖卖护肤品 你看 这个牌子就很不错 不如你帮我向邱太太推荐推荐呗 那是你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帮我推销一套 我给你提两千 怎么样 我晚上回去 给嫂子打个电话 说清楚 事情闹成这样 我也有责任 你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做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出差呀 他就是找地儿躲下来了 你可不能放弃啊 你得找他把他带回家 你回去吧 哥 走吧 我去吧 太太 就是这个产品 我听好多业内人士啊 都提起过 说抗皱效果特别好 我还一直纳闷呢 这么高端的美容院 居然会没有这个产品 没想到今天就来了 你要不要试试 有这么好吗 好不好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以前工作的美容院 那个老板娘啊 她就长期用这个 你都不知道 她都快六十的人了 用完这个跟四十多似的 你就用吧 保守跟她一样 你的意思是 我还不如你原来的老板娘呢 哪能啊 我是说你们虽然年纪一样 但是她看上去 那是四十多 您看上去就是三十多 好 那就试试 好啊 多囤几套吧 听说押器好得好 不一定长期有祸呢 好 嗨 亲爱的 黄姐 我刚才在外面啊 就听得像你的声音 你可好久没来了 是啊 我也好久没看见你了 你们聊什么呢 我看看什么牌子 他们说这个特别好 我正要买呢 是啊 太太 你也来一套吧 我汤是什么呢 说我家保姆就用这个产品 地地道道的散物产品 用了起了满脸的痘 她姓呐 姓呐 她已经带着东西进去推销了 刘太太也跟进去了 我已经和刘太太说好了 不整整这个多久的女人 她还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是的 是这样的 太太 就这个女人 她让我跟你推销的 我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姐 你在说什么呢 我让你推销什么了 你少在这儿跟我装算了 那些东西都是你拿给我的 真的 太太 就在她屋里好大一堆呢 你要是不信 我们可以去她那儿看呢 不可能 太太 你得信我呀 太太这回 不对呀 你运在这儿啊 太太 那东西就放在这儿了 怎么就不见了 姐 你是不是在梦游啊 你说什么呢你 太太你相信我 真的就是她 她把东西拿给我 非让我推销给你的 我 好了 你现在回家做饭去吧 这儿不用你赔了 太太 请问你是哪位要做经营部理 没有 取消吧 晓晓 晓晓 你做菜的时候 少放点油 你没事多看看菜谱 有不认识的字 打电话问问东阳 thin 以为自己有两个抽签就了不起了 叫你一声太太 你还真觉得自己是太太吗 老娘要穿上这些衣服 不比你像太太啊 能看吗 周末做一样的款式 两楼适合我 还是我林飞那种青春洋溢的更适合 谁能像我这样 穿太太的衣服吧像太太 穿少奶奶的衣服能又像少奶奶 可惜呀 我就是命不好 这颜色 适合我 嫩嫩的 林飞 完了吗 林飞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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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来了你也不迎接啊 真是的 好气 来来来 冬阳 小青姐 你怎么会穿林飞的衣服 我 我和林飞玩得那么好 她不会跟我计较的 冬阳 我穿这个颜色是不是挺好看的 比林飞穿点好看吧 你看看 小青姐 刚才不好意思啊 我没看清楚 讨厌你 你还跟我道什么歉呀 你傻乎乎的样子 挺可爱的 林飞 你怎么在我们房间啊 而且你这衣服 你 你这衣服脱线了 我就给缝了房 现在穿上看缝的结不结实 玉晓卿 有件事情还真得拜托你 你得亲自出面 给我嫂子把那件事解释清楚 我 现在事情就是因你而起的 只有你的话最有说服力了 我不去 我解释得着吗 这是他们夫妻俩的私事 我去插和 那不是越描越黑吗 再说了 还容易让人家误会 我跟武宫之间还有什么 我们之间可是一清二白的 这跟情不清白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丁丁的事情让我嫂子误会了 你就去解释两句会不会少块肉啊 我解释得着吗 我 我跟武宫 现在办毛钱关系都没有 什么叫办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你以前给我哥贴了那么多麻烦 她帮了你那么多忙 都不得输了 林飞 此一时彼一时 反正现在没关系 林飞你就别瞎操心了 他们要是缘分没劲 再多的误会也散不了 再说了 我不为别的考虑 我也得顾及我自己名声吧 我跟武宫那毕竟是过去式 现在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一点关系没有 林飞 我觉得吧 小清姐说的也有道理 你让他们俩冷静冷静 你说你现在过去跑去仓河 那不一定有效果呀 对不对 对呀 你看看东阳说的 我自己去 岳小清 你这个人占便宜没够是吧 你把那身衣服给脱下来 想穿自己买去 东阳你看看 她对我什么态度啊 我好心好意 我帮她抹衣服 她什么意思呀 行了行了 小清姐 你别生气了啊 你别跟她一般计较 不就得了吗 那行吧 你说不跟她计较 那我就不跟她计较了 东阳 那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你想吃龙肉 我就给你做龙肉 你要是想吃鲜女肉 那我就给你做鲜女肉 好不好 我突然想起来 我妈跟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她 我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拜拜 你好美女 一个人吗 我也是一个人 旁边方便坐吗 你看我这岁数 是不是不像刚恋爱的小伙 那你这就是拿有色眼睛来看的 我们中年男人 他也有寻找爱情的权利吗 我啊 刚跟我女朋友分手 我真的是挺喜欢她 可是我的环境不允许啊 我老婆闹得太厉害了 我是这也割舍不下 那儿丢不掉 哎 美女 你结婚了吗 我还想喝杯酒 您请吧 可以啊 哎 服务员 那给我来 您这儿最贵的酒是什么 皇家礼泡威士忌 这还有这个 哎哎哎 等会儿等会儿 哎 这个酒上头 要不能换一个 第二贵的是什么 三千的 哎呀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哎我觉得啤酒不错 养颜 呃 这瓶也算我的啊 因为 怕花钱呢 那不是啊 哎 哎 关键咱俩是刚刚平水相逢 你也知道跟我平水相逢 你就请我喝酒啊 啊 你是一个有老婆的人 结了不还在外边乱搞 你知道你对得起谁啊 你对得起谁啊 行行行 算我走没 我该招惹你 我说错了吗 啊 没错没错 男人是不是混蛋呢 是是 是不是啊 是是是都是混蛋 我我错了行吗 让我走啊 别要打赏啊 哎哎哎 这这这这钱包是我的啊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我的钱包就是 你不要钱呢啊 是不是混蛋 是不是混蛋呢 是是是 我给女男女子 混蛋 你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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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耐心读完这条信息 当我骂我都没有关系的 就是不要消失不要离开我 我求你 现在我向你坦白一切 从一年前重逢月小卿开始 我刚知道丁丁存在的时候 自己都吓蒙了 当时第一个反应是 不能让你知道 我这个爱人之间坦诚很重要 但我当时根本不敢剧毒 因为只有一个念头 我不能失去 你之前没有当过母亲 在此之前 我也没有当过父亲 可当孩子的小手 第一次拉着我的时候 不可否认 我被那种天然的血缘扭带 掳掠了 于是我一次次 沉沦在这种奇妙的体验里 李 那个时候我咬牙抛开一切 把我们俩的未来 放在轮盘上去赌 都是因为我意识到 我是一个父亲 我也知道 你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我想象了一万次这个结果 你的震惊 你的悲伤 你的失望 我发誓 我愿意用十年的寿命 来换取你此刻的痛苦 告诉我李 我要怎么样弥补 才能抹去你的伤心和芥蒂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只要我们能回到最初 喂 喂 没想到我能找到这儿来吧 我可是动用了我所有的关系了 江灵姐 你喝酒了 挺好的 这个时候不醉 什么时候醉啊 不过 能不能谁让我进去啊 请见吧 打不打 不打 你 你打不打 不打 你 我就是不打 要不你就是跟老张说起来 她的痔疮是吃我的长生丸吃的 这么说 武功的事情你都知道 没想到 还做了她的帮凶 还有那次 你跟踪武前辈 也是我从家里赶过去帮她 好让她可以去陪丁丁过周末 我这么信任你 她把你当成朋友 江丽姐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那既然你跟武功是一伙的 你还来找我干吗 我们还是朋友啊 再说了 什么一伙不一伙的 你们俩是夫妻 你们是一家人啊 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你 我不想再帮武前辈打掩护了 弄得大家都这么累 而且我觉得你们俩有什么事情的话 应该面对面地坐下来好好谈清楚 这么逃避不是办法呀 喂 爸 这么晚什么事啊 莉莉 莉莉啊 你爸爸求你一件事啊 你赶紧把你妈妈借走 你妈妈天天在家里啊 为你上海这房子你公婆能住 她不能住 跟我这是发疯呢 我一见她现在就 心慌气短 四肢发冷 混着打热 我心里不齐 爸爸求你了啊 把你妈妈就接走 住几天就住几天就行了啊 让我缓缓 好吧 好 给你爸爸求你 求你 爸 我最近真的特别多事 家里根本都顾不上 一睡半会儿也没有办法接你们过来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就是拿鸡毛胆子指着我也不行 你 李莉我跟你说啊 你让我去我去 你不让我去我一样去 这事你说了不算 我就说这事办不成 哪有让人逼着人家去接我 闭嘴 我去不了你高兴了吧 我不高兴 你以为我愿意把你留在家里 跟我撒疯啊 我早就受够 受够你了 谁撒疯 别告诉我 你受够谁了你 江丽姐 要不你早点休息 不要想太多了 那我先回去了 薇薇 你放心 你住在这的事情啊 我不会告诉五千倍的 如果他要是有诚意的话 不管你在哪儿 他都能找到你的 我才不让他捡得这么大一便宜呢 那我先走了 好 林飞 嫂子 两天没见你 你好像瘦了不少 你是想来劝我吗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是 那些事我事先都知道 但是我没跟你说 那个月晓卿 她自从找到了我哥 她就以孩子的名义 变本加厉地勒索我哥 断断续续 从她那儿拿走了十多万吧 把她死皮赖脸地住到我们家 说是当保姆 其实把自个儿当祖宗式的供着 完全把我们家都当她自个儿家了 其实你没有必要跟我道歉 我没有权利要求月晓卿不来拿钱 毕竟 她给你们家生了一个孩子 我哥就是因为太在乎孩子了 所以才被月晓卿牵着鼻子走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和你哥分开 让她跟月晓卿复婚 这样孩子有一个完整的成长环境 你说什么呢 嫂子 我哥怎么可能和月晓卿复婚呢 他俩早就没有感情了 所以说我哥要敢跟你离婚 我这辈子都不认她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她 你有什么还要帮她 因为丁丁 东阳 小清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午饭 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公司有午餐 反正我闲在家里也没事 再说了 我愿意 来 百合虾仁 糯米排骨 都是我特意为你选的 来 给你筷子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没 没 没事 你慢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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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呛着吧 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东阳 你尝尝这个瞎人呗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行了 你干嘛不用了 不用 不用 没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事 我没事 你看 我自己来吧 小清姐 你别 别麻烦 不用上轿 我自己来 我拿着自己来就行了 不用了 行行 你摆呀 我拿出来 邱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 不好意思 小飞 回来 来 来 怎么办 那我都是 来 要不你拖下来吧 没事 我自己来自己来 什么 有个年轻女人送饭到公司 千真万确 我看得清清楚楚 两个人正在里面清热呢 拍照啊 好好好 我马上去拍 荣雅 你吃饱不了啊 你没吃饱了 再给你做一碗 小清姐 真不用了 你太客气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去做了再给你做过了 小清姐 真不用这么麻烦了 没关系的 反正我在家也是没事做 小清姐 一会儿我要开会 我就不送你了 路上注意安全啊 没事没事不用送的 你去忙吧 那我就走了啊 拜拜 走 走吧 武林飞好像没有这双鞋 难道是有了别的女人 喂 老婆 你能来我公司一趟吗 我想跟你说个事 这 这 电话里 说不清楚啊 你就过来吧 我那个 现在没时间 我陪我嫂子呢 回去再说吧好吗 那我挂了啊 拜拜 拜拜 身份证给我 干嘛 我怕你想不开 跑了 再说 你没有身份证的话 不就没法跟我哥离婚了吗 嫂子 你别笑我幼稚啊 我哥 我 还我爸妈 真的都不如没有你 我答应你 我会好好地考虑这个问题 也会认真地想想叮叮的事情 那你先回去吧 我一会儿还得去机场接麦克呢 小青啊 太太 你马上就来了 泡的鞋啊 快来 什么事啊 太太 今天有人 在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有个年轻女孩 给东阳送饭 两个人光在办公室里面 行为特别亲密 这有照片 你看 你说东阳这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那太太 您对这事怎么看啊 反正东阳也大了 她有喜欢的女孩子 我也不能干涉呀 而且这女孩很贤惠 会做饭又会干家务 搁在家里比武林飞可强 是吗 那 那肯定是比武林飞强 武林飞那丫头 一点都不知道好歹 那街上随便一个女孩子 都比她强 那太太 听您的意思 您是赞成东阳 跟这个女孩好了 那就今天晚上 赶紧跟武林飞摊牌吧 您说 他们俩在一起又不合适 您又不喜欢武林飞 武林飞又老大不小了 还是早说得好 就别再互相耽误了 太太 那我就先去干活了 好 起饭 你今天下班以后 去帮我接一下丁丁呗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你什么情况啊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让你和丁丁 在培养父子感情 我忙得很忙得很 不说了啊 就这样挂了啊 记得啊 了 你听事吗 喂 喂 喂 喜悦餐厅吗 我这是美貌佳缘二期 我要订一份 你们那的超级至尊波士顿龙虾 对对对就是最贵的那个 要在晚饭前给我送过来啊 记得啊别迟到 很重要 好好好 再见 太好了 拜拜 丁丁了 走走走 回家喽 怎么了 干什么呀 爸爸 姜阿姨有没有打你的屁股呀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妈妈说 姜阿姨生气会打你屁股的 以后你妈妈这么说呀 你要纠正她 姜阿姨又善良又漂亮 怎么会打我屁股呢 妈妈说 姜阿姨是可怕的后妈 后妈会怨在小孩的 可是姜阿姨可怕吗 我不觉得 我觉得她美丽又善良 美丽又善良 是不是 走嘞 想吃什么跟爸爸说 爸爸给你买去 好不好 零食 行 走 东阳 这是正宗的淮阳菜 知道你爱吃豆腐 我特意为你学了 还有这龙虾 一定要趁热吃 还有这家餐厅 太不好定了 小姐姐行了 你别忙我自己来好吧 让她自己来 这不是怕弄脏她的手吗 弄脏了她自己知道喜 你吃你的 东阳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说找我有事 什么事啊 我下午事太多了 什么事来着 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不是重要的事 你特意给我打电话 到底什么时间啊 她不好意思说 我替她说 我们东阳在外面有情况了 东阳 别怪妈妈开门见山 反正公司的人都已经看到了 妈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今天中午有个女孩子去给你送饭 在你办公室里面脱了衣服 又搂又抱的干什么 什么女孩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 没有呀 你公司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谁给你打电话 明明就是胡说八道嘛她 程东阳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这么回事 你别听我妈胡说 我没有胡说 我是有证据的 妈 你当着林飞那边 你不能造谣啊 她太没有造谣 我可以做生了 那个孙芬的女孩就是我 不是 太太 你可以对比你手机里的照片 你看看 这是不是我的脚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把我一个人瞒在鼓里啊 我来跟你说怎么回事 东阳她早就不爱你了 你们俩早就应该离婚了 关你什么事啊 太太已经认可我了 你觉得你在邱家里还呆着着 我什么时候认可你了 不不 你别生气啊 不是你下午跟我说的吗 你说我比林飞贤惠 比她会吃价 比她强啊 不 再说了 东阳对我真的有好感 我什么时候对你有好感 你别胡说八道啊 东阳我懂了 我懂了 你当着林飞的梦 你现在真是活像鬼的是吧 邱东阳 你跟我说清楚 我跟她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相信我好吗 林飞 有没有你心里清楚呀 我跟你 我 你小青 你个贱女人 我要说嫁给我哥 你就是为了祸害她 你还能变成二人婚头 你现在又来祸害我 你还在什么居心里 你说什么 她是你哥什么人 我来说 我跟她哥结过婚 我是她的前嫂子 这是没什么好隐瞒的 但是我来这个家当保姆 都是她指使我这么干的 她让我给你苦头吃 让我怎么换怎么来 我没有啊 你怎么没有啊 你让我炒糊掉的菜给太太吃 让我洗坏她的衣服 都是你指使我这么干的 太太 所有一切的事情 都是她在背后安排的 小青 你先走开我 炸死你我 林飞 怎么了 林飞 什么 月小金和邱东阳在一起 这不可能啊 是真的 嫂子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 我感觉 那个家 我已经回不起了 林飞 林飞 你先别哭这样 你先去你哥那儿 我去机场见迈克 我回头再打给你 我们商量一下这个事 该怎么处理 好吗 多吃点啊 慢点吃 别噎着 爸爸 嗯 以后你可不可以今天来陪我吃饭 暂时不行 不过以后肯定可以呢 哎呀 我不要走啊 等不了啊 为什么呀 啊 我不想跟妈妈住了 我想跟爸爸住 她动不动就骂我 从来不给我检查作业 而且还不帮我听喜 人家的妈妈都不是这样的 好 好 好 谢谢你啊 悠尔青 我正好要找你 我告诉你啊 你告诉我什么呀 我现在没空 唉 丁丁晚上就别送回来了 你带回家住吧 不是 这什么意思啊 就这意思呀 你不是一直想要丁丁吗 现在只是我在成全都了 喂 喂 爸爸 他又发脾气了是不是 没事的 他总这样 我都习惯了 丁丁 晚上 跟爸爸回家好不好 先吃饭 来 吃点排骨啊 慢点 慢点啊 丁丁 一会儿回到家里 见到爷爷奶奶 你要跟他们说 你是爸爸同事的孩子 来家里借住一晚 知道吗 能不能不撒谎 能不能叫你爸爸 哥 姑姑 林飞 这么晚怎么回来了 东阳呢 这谁家 什么姑姑 什么爸爸 这是我爷爷奶奶吧 这次猪猩情况怎么样 对方没有难为我们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讨论是你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你放心吧 我以后 不会再因为个人的问题麻烦你了 我也不怕麻烦 我爸爸等你都麻烦我几次了 我以后 我以后